大家好,我是惠惠,红薯这样做真的是太好吃了 比面包还松软,一个星期吃7次我也不嫌腻 下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吧 准备一个红心的红薯,清洗干净 削去外皮 去皮之后的重量是280克 把红薯切成薄片,切得越薄,熟得越快 切好之后放入盘里 然后再放入蒸锅里面,盖上盖子大火蒸20分钟 把红薯蒸熟 时间到,然后把它取出来,放到料理机里面 加入一点清水,能够让料理机工作就可以了 搅好之后,倒入碗里270克的红薯泥 再加入4克的酵母粉 先把酵母搅拌至融化,激发出它的活性 再加入300克的普通面粉,或者是高筋面粉 边加边搅拌 搅拌至棉絮状,下手成面团 再把它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然后盖上保鲜膜,放到温暖的地方,饧发2倍大 下面我们先取出一个小碗,加入3勺的黄豆酱 如果喜欢吃辣的,可以用皮线豆瓣酱 再加入一点的小沫香油 用勺子把酱和油搅拌均匀 搅到油和酱不分离的状态,像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的面团已经想好了,先在上面撒一层干面粉 面团发酵好的状态呢,是用手按压洞口不回缩就可以了 案板上撒上一层干面粉防粘,再取出面团揉一揉排气 整理好之后呢,给它整理成一个四方形 用擀面杖,擀成长旺形的大面片 像这样大约5毫米就可以了 放上调好的黄豆酱,用勺子涂抹均匀 再把面团卷起来 卷好后,给它整理一下 再把面团分成两半 全部都放到蒸屉上 盖上盖子,轻轻二次发酵 发酵的体积明显变大 手指轻轻按压能立刻回弹就可以了 水开上锅,大火蒸20分钟 再关火焖5分钟就可以了 哇,真的好香啊 趁热取出来,切成小块 真的是太有食欲了 这样做的红薯花卷比面包还要松软 比油条还要营养 而且是千层的,每一层都特别的好吃 用来当做早餐,超级适合我们的肠胃 既好消化又营养 而且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 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击关注转发 拜拜